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Photomaker 那么这个东西呢 很早之前我们给大家发过一个版本 不过这个隔了很长时间呢 它现在又发布了这个VR 这个版本 应该是多了一些新的模型 那么现在呢 它这个出图的效果确实比之前要好啊 而且应该是目前效果比较好的一种 而且出图速度呢也确实还可以 那么这边呢有它的一些主要特点 这个咱们其实就不用看了 这个项目其实主要就是替代这个Laurer的一个训练 如果说你有一张图 如果你想出一些跟它比较相似的照片的话 这样你需要去训练这个模型 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训练 那么这个项目呢它省去了这个过程 只要你提供一张图片 那么它就可以根据你这个一张图片 然后呢再生成你想要的这些出图的效果 这个是这个项目的一个用处 那么具体呢这些咱们就不去详细介绍 咱们直接来看这个项目 呃这就是今天的包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压缩 这边呢有个启动文件 双击打开 稍微等一下 这个启动呢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这个项目在刚启动的时候呢 嗯需要下载一些小文件 那小文件挺快的 很快就上完了 所以说大家在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需要保证你的网络仓通 然后 它实际的模型是在这儿啊 在模型在这儿 呃模型挺大的 这个呢 我给大家下载好 大家就不需要管了 你需要做的就是点击启动 然后呢会自动下载一些必要的文件 文件比较小 这个文件的是放在c盘里面的 所以这一部分呢 没有办法替代大家去做 这边呢有一个地址啊 大家看在这儿 点这个地址打开 那么下面这些没有什么用 大家不要管 这是它的使用界面 整体来说没有什么 不好理解的地方 所以咱们就不去详细介绍了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使用就行了 那么这边的需要上传图片 他这边说了 一张图片可以 但是更多呢 就出的效果更好 所以咱们这边的建议大家最少在四五张左右 尽可能保证有五张图 那么这样的话效果就好一些 我们这边 随便点一个 把它图片删掉 然后我们自己来传一下 它这边可以多选 所以大家直接在这边选就行 好这选择的图片 呃然后呢 这边这个提示词我就不改了 这边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三个字母 mg 那么这三个字母呢 它是 效果的触发词 所以说你这边想要效果的话 那么这边这个mg呢 一定要加上 然后其他的词呢 你可以随便调整 这个没有问题 选个样吧 随便选一个 这边 分辨率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 呃一般来说正方性的分辨率呢 这个出读速度是最快的 然后其他没有什么改的 我们直接点这个 开始 然后来 创建一张图片 那么这边呢 还有一个绘图液 这个咱们待会再说啊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选项 这个选项呢 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这边有个风格强度 就是如果大家 你这边选的这个 模板 风格比较强烈的话 那么可以通过调整 这边这个值 来控制它最能出土的一个效果 这个咱们待会也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下这个实际的占用 大家看了10.3个G 因为我这个机器本身 也开着一些别的程序 在运行 所以说呢 实际上来说也就10个G 所以说从这边 这个10个G的 数值可以推断的 这个咱们 大家的8G显存肯定是可以运行的 6G的话不是很确定 需要大家实际尝试一下 它的效果出来了 从这两张图片上可以看出来这个 它的出土效果确实不错 跟这边的原图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项目的效果确实不错 那么这边呢 我们来换一个这个样式模板 我们找一个 就这个吧 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这一次的出土效果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样式模板的一个用途啊 大家可以自己换 它这边挺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绘图涂压 这个绘图涂压的话 这个画布这边呢 需要大家稍等一下 它没有加载那么快 这边应该有个框框 我们来随便点一点 好 出来了 直到这边出这个灰色这个框框的时候呢 这个画布才可以使用 这个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这边我们来随便画的东西 随便涂一涂 好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来出图 那么它这个最终出图效果呢 会把你这边画的这个东西呢 以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 出现在这个图片上面 当然这个几率我实际测了一下 它不是百分之百 每一次都能这个 很好的保留这个效果 就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比如说可能出两三次呢 这个效果都看不到 比如说可能一次就有 所以这个我们待会也得看一下 这一次的运气怎么样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我这边就多跑两次 在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就行 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 他画的东西给我们画了个这个 光影效果 整体来说还可以 那么咱们这次呢 应该是运气还不错 它这个效果出的比较明显 整体的效果大概就这样 这个工具呢确实不错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自己试用一下 大家拜拜